这个标就是所谓的那个母片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定 除了说我们背景的部分以外 很重要是有关于什么样式的呈现 我先问一下老师 请问你在用简报的时候 您除了用我们内建的新器名标牌以外 也没用过其他事情 那么如果您的电脑有这个事情 拿到别人家里面 如果你有那个事情 怎么办 再帮他把事情关进去 这是一种方法 但是这样比较累 你也可以带在简报里面 也可以变成图片 那事实上其实 刘吉老师如果用的是像 Vispa以后有一个叫微软正黑底 对不对 Windows7当然也有 那么事实上Windows SP Windows 2000有没有 也有 他有一个黑底 他有一个黑底 所以其实平常你看 老师您在看我那个简报的时候 您可以看一下 像我的这个标题的部分 像这个标题 或这个标题都一样 来老师您看一下 这个看起来 我拿这个标题比较像 这个看起来应该不是什么 应该不是那个 细名题 也不是标改题吧 对不对 这个字形 是有点比较像黑底 实际上 微软没有偷跑 他以前在Windows 2000的时候 就有一个字形是黑底 只是他没有用中文 他没有用中文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内建的事情就是 星系一个标台 对不对 那为什么有时候会需要这样 因为不是所有电脑 都是Windows 7上 对吧 你还是难免会有用到 就是说可能会有 我还是希望说 他能够怎么样 能够看到 不一样的字形 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 您看上面 我用的是什么 老师会那个拼音的 你拼一下 星黑 对吧 对不对 我们把它拼一下星黑 也就是说 其实微软 他本来就有一个中文 在Windows 2边就有 可是 因为这不是台湾做的 是北京做的 那时候Windows 2边 那时候两岸关系不像现在 所以他先拨跑 好 所以如果说您 还简报 你想要给别人 那又希望他自行 都可以正常检视的时候 也不用额外增加档案大小 其实您可以考虑用这个星黑 那这个星黑你在用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用在标准上 另外像网页上也可以 因为像 比如说像我有做网站 好 比如说您看我们在这边 好 您看一下 像我在网页上的话 这里 像他们网站我就帮他用的 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网页上的字形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只能用新细名跟标准 那做这两个大多数的事情我们都用 都会用这个所谓的图片的方式或flash的方式来呈现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不可以用这个字形的 实际上不可以用这个字形的 比如说您看 看这边的话 您看这个字 你可以发现 有没有 我可以选起来 可是他不是新细名也是标准 有没有 像这个字也是 像这个字也是 所以这个也可以用在网页上 那您用在这个简报里面也是OK的 因为这样的话您就会比较方便了 因为这个字总是可以改 如果你用特殊字形 那别人 只能看不能改 如果你有夹赖字形的话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在 所谓的简报的这个 范本里面要做的 所以您看我如果在这边 我把 我回到2003 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在这里 检视母片的通语母片 好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找 您看从这边一找 那新黑本身的话是跟中文在一起 所以我一般会找这个 中文的上面 老师有没有看到新黑 糟糕 我没有办法把萤幕转过 我发现这边老师比较 比较看不到 这样OK吗 所以如果说你看像我这样 我来把他告诉他我的 标题我都用黑题 当然您如果说老师平常都是用自己的电脑 大概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可是因为 有些时候老师可能 不是用自己电脑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下 这种字形的问题 那 内容这个 好我会把它射成新黑 他会跟中文在一起 所以你往中文的上面找 就会找到 他不是英文字形 所以像这种标题我把它设好 好 好 这样子的话呢我把它关闭 现在呢你点 你也许在这边看的都没有感觉 但是呢你点进去 他事实上是真的新黑 那 比如说我们这个 有没有打出来是不是就是 黑题了 对不对 好 好 像这样子 所以我就不用说每次 我的简报 一插入一个新的投影片 我就要再设一次事情 设一次样子 这样您了解这个 所谓的抹片的功用了嘛 对不对 那么在2007其实 当然也是一样 在2007里面 实际上也是相同的 这里 好如果您点到这边 那我就把他的字形 把它设好 您看在2007的话他会把你已经有用过的放在上面 那我们一样找 一样你会找到 一样有没有在中文字形的上面就会看到了 好点进去 这样就OK 那我这边标题我也顺便设一下 他有用过的 2007一个好处就是你有用过的他会设置在那边 你就不用再找一次 就不用再找一次 好 那这边好了 要 把它关掉 所以呢你在这边打进去的时候我现在就是 英文你感觉不出来 但是 是 有没有 这样就OK 好所以我们做好了之后 其实你以后每个投影片你只要进门完就是这样 就会比较简单 那么 这里呢 应该这样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一些 所以 贴成这个也都一样大小那么 如果你要把这个简报的页走页尾 请问页走页尾如果您在卧里面你会在哪 在检视里面的页走页尾对不对 而且做了一次 是不是所有的都会有 所以页走页尾也是要在 简报应该就是在某片里面去处理 如果你要显示的话呢 要从这边来 看一下 如果您是2003 在检视里面的页走页尾在这边 如果您是2003的话 它是在检视里面的页走页尾 好 因为预设它是没有显示 这里勾起来 你要有页尾 那你的页尾是什么 那通常我会把投影片的编号加进来 这边 在这边 就是有日期时间 然后呢 要不要你若是固定的你也可以自己打 通常我都是用自动中心 因为在我上课的时候就是那一点 就不用再去改日期 就不用再改日期 那 通常你的编号呢 页尾都可以加进来 那老师这边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到底 日期显示在哪里 编号显示在 页尾显示在哪里 它是在这边对不对 那这个的位置 还有它呈现的格式在哪边设定 在某片里面设定 好在某片里面设定的 所以你看如果我这个勾起来 我把它先 耗用一下 耗用 好 您看一下 我现在先进到 偶一片 偶一片 您可以发现 下面这边 有没有 为什么它会出现在右手边 叶尾 就是在中间 因为我放在这里 预设在正中间 预设在正中间 所以如果你需要放在右手边 或者编号 你要把盖 出现的位置就是从五片做调整 好从五片调整完就OK了 好 所以像这边 我暂时先不调了 那这个 如果您业尾这个字形 你想把它放大一点 好那我把关闭 外面就跟着大了 好所以其实 这个都是相关的 都是相关的 那你在 2007里面 事实上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 你也是一样来这边 你把它那个 简视 页首页尾 等一下 好抱歉 因为其实 你这里 页首页在插入里面 所以它那个位置会有点 就是跟我们以前习惯不一样的 所以可能大家习惯一下 那也是一样 就是在这边如果你需要日期时间 借首页尾都是在这边把它加进去就好 就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 看一下 把一样把它放进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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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老师的这个 部分应该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点 就是说 这个背景的设计 背景的设计 其实我不知道老师能注意到 我们一般的台湾已经投出来的都是多少 4比赞了 就是我们一般传统萤幕的 可是现在 上下的萤幕常常都是16.9 甚至有的是16.10 那种的 或者有的比如说像那种电视 比如说像这个白板 有的它是用16.9 那你投出来可能 就不会满版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可以考虑 就是用另外的方式来做看看 比如说像 我的简报的部分 老师比如说您在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 这边 上下是不是稍微有把它留板 就是变成黑的 就是让中间的内容变成 比较接近16.9 比较宽荧幕的 那我上下就来利用它当做什么 就是标题或者是 说明的部分 说明的部分 所以你也可以考虑用这种方法 那这个方式的话你可以直接在 在哪里 在某片里面把那个上下就留下就好 好比如说您看看在这里 我们刚刚用的 像这样假设你想要遮住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在这边 因为你在插入 插入的时候 这边我看一下图案 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你上面先把它遮住 那当然如果你要一点半透明也没关系 在这边的填满的时候你不要填那么多 那 假设我现在是用黑色我先把它 遮住 我把它复制一个下来 这样就变成宽荧幕的 对不对 当然那个高度你可以再计算一下 或者你用影像主要你把它 先出药 背景先出药 放进来也是可以 这样看的感觉跟刚刚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大家也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在呈现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它比较宽一点点的 比较接近我们现在这个荧幕比例的 就用这种方式 那上下你再去利用 不利用也没关系 然后好像我们以前 四比站的时候在看那个MHK的时候 它是上下就是黑的 对不对 因为那个它本来就宽荧幕 所以这个是 在这边跟老师稍微再 分享一下 其实你在背景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做 那另外还有一个跟整体有关的 我也稍微先讲一下 就跟整体有关的就是 配色的部分 事实上简报的母片 母片里面也会 影响到它的配色 那我们在2003的时候呢 您可以看到这里面 有一个叫做色彩配置 有没有有个叫色彩配置 那大多数老师用没有问题 只有一个有问题 就是超连结的颜色 简报的MHK会色超连结 可以 可是超连结的颜色 它全来改 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 老师有一个困擾就是 我有这个超连结结果那个字 变成怎么样 跟我背景 颜色太接近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也是从这边来改 您看 我们进到这里来 色彩配置 您从这里找没有问题 但是呢 您可能要修改 要修改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色彩配置里面 最下面 如果你2003从这边进来 编辑色彩配置 我们只要看一个地方 那个叫做什么 超连结的颜色 超连结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 没有去过的 一个是有去过的 一个是有去过的 所以 你只要把这两个颜色色好 那么跟你的背景颜色搭配好 你就不会出现说 我这个超连结 结果怎样 跟那个背景 不相 就是 觉得效果不涂出 甚至看不清楚 因为它主要的颜色就是从这里来 决定 所以你这边一改的时候是整个简报都会出 因为你会发现超连结的颜色你从上面改没有用 从上面改没有 所以你看如果我在这边有一个 超连结 也是我在这里好了 我们有一个超连结 好那我就来这边把它做一个连结连出去 好您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超连结颜色就变这样 对不对这样是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您就可以从刚刚这边 编辑 你看 这个没有去过的是不是这个颜色 对我把它点一下 你把它点两下你就找你觉得比较OK的 比如说你希望他不要随便乱换颜色你就 维持什么 黑色的就好了 那去过的 再换颜色 好这样也可以 好这个是您在这边可以做一个 处理的地方 那当然如果您觉得配色 对 整体的配色不是很满意的 你就 可以 我上面有列出几个就是 那种所谓的配色的网站 我们 先不用了解原理 但是你至少可以看到你比较顺眼的嘛 那你就照那个颜色去配 好这样至少看起来 总是 好像比较专业一点点 好 这个2007的这个部分 如果说您要设定它那个超连结的颜色 一样是在设计里面 但是它在右手边这里 在设计这个选项 设计的这个选项里面呢 有一个 它里面 至少这里面就有一些 那 这个也是负金主义 但是我们要找的主要是 色彩 那预设呢 它有很多 而且都翻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地铁 就是长这样 行云流水 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好 但是呢 内界呢 假设都没有你需要的 就是我只要改变超连结颜色 就麻烦你来建立一个新的 建立一个新的你就会看到跟我们 在2003年看到的是一样的画面 有没有看到这里 有没有有关于超连结跟已经连结过的 了解了 所以如果你说2007的 是在这边做 但是你设定好之后 必须要给 这个 色彩配置 一个 就是一个名称 一个名称 那他就会在你的简单 用这个名称的 这个 色彩配置呢 来 做你的那个超连结 还有做其他的 所以你看 本身文字预设的颜色 你千万不要就是 每一页进来之后再改 因为它预设都是黑色的 如果你觉得你的背景要比较平 偏黑 比较暗一点 你这样黑色的 是不是效尾就比较差 所以也可以从这边直接来修正 那他预设给你的就是 比较OK的 所以 可能老师平常 比较少用这一块 我过来说 对呀 这一块 我希望你能够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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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